哈喽晚上好,欢迎来到枕边经典 每晚9点30分,泥巴和应游的声音陪您一起重温经典 我是主播应游,今天晚上我要与您共同分享到的文章来自白岩松 孩子,除了上学,真的没有路可走了 有不少同学都觉得,不是只有靠上学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我能做兼职,还能去摆摊 但现实却是,很多人除了上学,真的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 下面是央视名嘴白岩松对高考以及读书的一些看法 他的观念希望大家都好好看看,以此共念 不读书,你拿什么和别人拼 财富还是智慧,经验还是人脉,这些你都有吗 现在的社会现状,混在最底层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读过书的 那些成功的人真的是万里挑一 而且依靠他们的情商,读不读书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你读一万年书,也拼不过一个寒寒 但是他不上学,却比我们学的还要凶猛 很多人说现在阶层板结了,其实此前更板结 所以高考才真正的结束了那种板结 让不管是什么身份,你如果分数靠谱,就总能往外走 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是非常事实的东西 尽管高考有很多毛病,但起码现在还是最公平,最给人希望的一条路 但是孩子们不这么想,条条大路通罗马上不了大学也没有什么 将来肯定也能干出来个样子,不一定会比那些考大学的同学混得差 孩子,我想问你是哪来的自信?不考试,不上学,你还有多少东西可贫? 考试不是唯一的路,却是最公平的那条路 虽然很多人认为考试制度不合理,一考定终身 让孩子失去了乐趣,失去了自由,也限制了创造力 可是正是考试让大多数孩子拥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不管你出身如何,长得怎样,父母是谁 只要你成绩足够好,你就有机会上好的大学,长更多的见识 认识更多的人,过上相对好的生活 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很多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一环 每次同学聚会,说起这些年的经历 虽然大多数同学并没有过上想要的理想生活 但无例外地认为,是高考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不管上的是什么大学,后来找了什么工作 是高考让自己看到了更大的可能 也是高考让自己一直相信,努力了,总会有一定的回报 诚然,那些高考失败或者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 也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但相对于上大学的几率要小太多 如果有考试这样一个现成的机会摆在面前 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去试试非要绕远路呢 看不上考试,你的优势又在哪里 有的孩子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 认为即使学习不好,考试成绩不好 自己也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这种自信来源于什么? 是综合素质还是你的见识? 作为大多数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 不拼考试,你要跟人家拼素质和见识 你的底气在哪里? 考试都考不好,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行? 考试是一个筛选机制 在这条道路上,必然有人闯过去 有人闯不过去 有人说我天生不适合学习 但我别的方面能力突出 我善于经商,我情商高等等 我以后的发展机会也会很大 一个人学习不好 更多地体现了他的综合能力 比如他的耐力,他的意志 他的学习习惯,他的反思能力 他的抗挫折能力 用天生适不适合来作为借口 恐怕不太合适 毕竟拿出十多年的时间 专门进行学习这件事 在这件事上你表现得很差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其他方面就能行 以前我们天真的认为 学习好的都是书呆子 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自己错了 大部分学习好的同学不但不呆 而且其他方面也表现得很突出 他们把学习力运用到了各个方面 我们越来越发现 不但学习拼不过人家 在其他方面也远远地被落下 不少人在谈论学习无用论 但没有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差生 在每个人的内心里 还是觉得学习好不会有错 考试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 是最值得去拼的一件事 虽然在一些人那里 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路 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 它是 孩子 希望你在最该学习的年龄 努力去拼一拼 将来的你 会感谢 现在的自己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尽管高考有很多的弊端 但是高考确实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尤其是那些出身低的人的命运 还记得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信中 有这样一段话 孩子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 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 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希望在最该学习的年龄 一定要努力的拼一拼 让将来的自己 感谢现在的自己 每晚九点三十分 泥巴和应游的声音 陪你一起重温经典 那应游依然带着浓浓的感冒音 在美丽的中原城市郑州 祝您好梦 晚安 突然好怀念从前曾许过的心愿 一点满足就能幸福到失眠 用力抱着放肆笑着 最后泪流满面 像第一次喝醉的感觉 开始习惯忙碌到没有直觉疲倦 但有时会变得让自己讨厌 想和过去聊聊天 只是追不上时间 那些遗憾的故事 那些遗憾的故事 还想笑着讲一遍 我来不及告别 那个青色少年 转身不见 谁的青春不值得留恋 需要爱或欺骗 才能够看得见 应该会念的是 那个昨天 小心地让泪滑落 失去爱才能懂得 让我勇敢地说 再见 我在想着那些人 在生命里出现 转了一圈后 打了一个手边 想用音乐来纪念 回忆每个瞬间 害怕它们会突然遇见 开始学会更老练 悲装不再明显 很多眼泪 让它流回心里面 你亲爱的小伙伴 听见的都走散 可青春车列火车 都能没有下一站 我来不及告别 那个青色少年 转身不见 谁的青春不值得留恋 需要爱或几遍才能够看得见 应该回念的是 那个昨天 让我勇敢地说 再见 我舍不得眨眼 我舍不得眨眼 还想再看一遍 你的侧脸 青春是没答案的考卷 不需要说抱歉 都会坚信坚远 但我永远记得 那个少年 简直是不知道 我舍不得眨眼 笑着让泪滑落 失去了才能懂得 让我勇敢地说 再见 也会在某个瞬间 能感动的一切 我笑着说了一声 再见 告别那个倾洒少年